你好 三位 你好 這三個又是你們 又是我們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又是我們 又是我們這三個 三頓飯 這次在集有沒有什麼不同 年紀大了 上集我們鬥嘴會多些 今集多些 因為我不出聲 我經常都不出聲 我覺得上集我經常和她鬥嘴 又串她 又串我 自我一點 今次就表現多些默契 今次就熟了 大家的默契多了 Ban開始造型都沒有了 是的 主要沒有了拍攝 因為同一時間又有另一套劇 當時《反黑英雄》 我又不想說 因為連回《法政五》的造型 變成要令到《反黑》的角色 都要有那個造型 所以就當是一個新的造型 正常人都會看鬥 所以這次又沒有了 失眠這個狀態 所以就在畫面上 都會比較精靈一些 但是那個小朋友也是叫李胡蘇叔叔叔的 是的 這樣就回覆了一些 觀眾可以看回第五輯 追回來的劇情 上集的其他一幕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少少部分肩膀 少少背 我們看上去就是 很厲害的 意識上 是 今集會不會有這些影響 今集厲害了 今集我 好像第一集已經洗澡了 但是等一下為了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Dr.Fan他上一集 就留下了一些傷痛 就很多疤痕 除此之外 他就包得很密實 今天我都沒有穿 其實戲服裏面是樽靈 全集都是樽靈 我告訴你 他今天暗藏殺機 他的衣服 暗藏殺機 你問他自己肯定給你看 沒有這件事 沒有嗎 不是 但是我們 我們釋出了一些劇照 都有一張 我又躺在解剖台 又是阿關的 究竟是 究竟有沒有再發生呢 就要拭目以待 就不說你知了 就不說你知了 上一集和Enyx 是不是這樣就有些新關聯 上一集就是我們情侶 今次是結婚 但是很可惜地 一結婚之後 網民都在說 哪有男主角 一結婚就手掛才行 不見了老婆 剛結婚 杜麥如就不見了老婆 這個設計 我覺得挺特別的 就是 中道跟我聊 這個劇的時候 這麼威猛 第一集就沒有了老婆 去到好後後才找回她 這個挺特別的設計 沒有試過 由頭是很不開心去到尾 今一輯 你和Enyx有沒有親熱器 今集 今集終於有了 上一集我們就說 不知道是否保護加數機制 一點親熱器都沒有 今集怎麼也有捨一口 怎麼也捨一口 破了保護加數機制 那你試過回答我一場戲 要拍多少剔 我怎麼敢拍這麼多剔 因為 視衛有別人幫你代師 不是 小龍視衛也幫我 小龍視我位 不是說笑 因為有幾個角度 拍兩三剔 你發生這系列 很多觀眾都喜歡看你的 燒龍 如何破壞 查案 這次會不會多這些 要猜 我想兩方面都有 感情上 我們自己 內裡三個人的感情線 也有 有些很奇怪的案件 也會有 因為他們跟我說 參考了一些 以前的很多案例 去設計那個案件出來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案件 你有沒有說 哪個單元你最喜歡 覺得很奇情 想不到 其實每一件案件 在劇組製作上的設計 美術 他們把整件事 特別要案件重演的時候 那個場景 搭出來 那些化妝 其實是很漂亮的 令到整件事 那個震撼力會更加大 而且就 我覺得主要是 那個化妝上面 特技化妝上面 都很出色 所以令到整件事 都會很肉緊 很逼真 我也看到 我們化 其中一個案件 是說濕疹的 濕疹的妝 都化了十幾個小時 演員每天都這樣化 那個案件 都關關我事 所以我覺得 這個案件 除了我自己 和 與關崇耀的案件 之外 是比較深刻的 就是 你覺得濕疹只是一種病 但其實這個病 是和你的心理上的陰暗面有關 亦都可以導致到一些殺人事件 一些悲劇的出現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一個 挺深的情況 所以 演起上來 都很難受的 這次有兩個新人 新人 加入的新演員 Bob和Jurie Anna 和你們有沒有對手 和我多些 因為Bob和我同一個部門 但你知道Bob 天生是一個少將 他經常都給予人的感覺 就是一個很傻的 一個化正部的人 高層 但其實他內裡也不是 有股熱血的 不過只說只剩下口 阿Ju就是 因為他第一次拍劇 什麼都不懂 在現場都 他又有些天然呆 好笑的 我們經常都要 我們要抬他熱身 讓他放鬆點 放鬆點 不要那麼緊張